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个 整个鸡嘴就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往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坚比后仗或者素仗 第六个 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启发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辄的动眉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三股金刚书衣 压着左臂以后 从右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往外派出三次气 这个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着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意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降者 以诸佛菩萨的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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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相续道中能升起来 然后以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非常强烈的信心来合唱 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在他面相当中的一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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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问题已经讲完了 应该是第三个问题 也就是说 树界的仪轨 如果具足了对方的善知识 同时又具足了自己 作为一个发菩提心的法器 如果具足这些条件 那么我们通过一些仪轨来受持 我们佛教当中也是这样的 许多仪轨也有观想 也有念诵的 在这里 依靠仪轨来受持 还是非仪轨来受持菩萨戒 就讲了这个方面的问题 那么今天讲的是 受戒的仪轨 在《无诸菩萨的菩萨底论》当中 没有提及到 所愿菩提心的仪轨 本来我们广大心派当中 无诸菩萨的宗派 所谓的菩萨戒方面 讲得非常清楚 但这里面并没有提到 愿菩提心依靠仪轨而受持 没有讲仪轨 法有尊者等也认为 愿菩提心并不管待仪轨 也就是说他的观点 愿菩提心并不是 依靠仪轨而得受的 因为我们有时候 自己也可以想得出来 所谓的愿菩提心 就是自己发愿 自己心里面的一种决心 一种誓言 这种誓言 不一定是依靠仪轨的 所以前面的无诸菩萨 法有尊者 他都认为 所谓的愿菩提心是大乘修行人 他自己在心里面 默默的一种发愿 所以他这里 并没有安理仪轨的 而阿底下尊者以此地 造了愿行菩提心的仪轨 阿底下尊者的观点 有点不同 他以此地地先造了 愿菩提心的仪轨 然后又造了 行菩提心的仪轨 那么这种观点 跟我们前一派的 全知无果光尊者的观点 也比较相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知无果光尊者的观点 也比较相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论 按照《十论》的观点来讲 是从殊胜菩提加罗的角度 同时受持愿菩提心的仪轨 从这个观点来讲 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 依靠仪轨来受 这个仪轨同一个时间当中 也就是说同一个时间当中 受持这种菩萨戒 那这个菩萨戒是 对于殊胜的菩提加罗 也就是说 殊胜的修行人的角度而讲的 如果根据不是特别的殊胜 没有智慧 没有悲心 那种人他不一定是 同时受这样的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 因为首先 作为一般平凡的人来讲 首先是受愿菩提心 然后受心菩提心 是这样的一个次第 所以我们本论当中 为什么这么讲呢 按照《十论》的观点来解释 那应该是对于 特别殊胜的这种菩提加罗 这种角度来解释 这个《拿伯瓦尊者》 他这样说的 愿菩提心是发心 心菩提心是菩萨戒 按照《拿伯瓦尊者》的观点 我们心中某某地发一个愿 这叫做发心 这个不一定叫做 受了菩萨戒 如果我心菩提心受持 那么这个真正地受持了菩萨戒 所以我们有时候 菩萨戒等不等于发心呢 我们应该说是 菩萨戒受了肯定发了心 那么发了心 是不是已经受了菩萨戒 那也不一定的 我光是发了一个愿菩提心 这个菩萨戒不一定受 按照《拿伯瓦尊者》的观点 也是这样说的 并且认为 此论宣说此地或者同时 受愿行菩提心的两种方式 因为《拿伯瓦尊者》 他认为《入菩萨行论》当中 可以说有两种人 如果根机比较差一点 先受愿菩提心 然后受心菩提心 如果根机好一点 同时受菩萨行和愿菩提心 会愿尊者等认为 愿菩提心也是发心 而心菩提心 也是受菩萨戒 这个跟前面的 《拿伯瓦尊者》的观点 应该是相同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心里面发愿 实际行动当中 任何事情都是没有做 光是一个发愿 那么这个当然又是有功德 但是真正心菩提心的菩萨戒相比较起来 还没有真实受菩萨戒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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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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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天能不能对众生做一点事情 并不是口头上说的 实际行动当中能不能做 这就是所谓的心菩提心 所以我们这里各位论师 也在讲很多很多不同的观点 实际上我们的心和行为 两个方面的一种差别 那么他这里也就是说 尽管众所纷纭 但是在此 这是稍稍加以分析 其实愿菩提心不是依靠仪轨而生起 而且不成为菩萨界 这种情况的的确确是有的 他这里说 愿菩提心既不是生仪轨而产生的 也不成为菩萨界的 这种现象有没有呢 地地取决是有的 就像我们心里面 想我要去拉萨的话 实际上行动一点都是没有的 同样的道理 什么仪轨都是没有的 在那种情况有没有 那这个算不算 这个发心可以算的 然而依靠仪轨而生起 也是却不相畏 那么这个愿菩提心 依靠仪轨而生起 也一点也是不会相畏的 如果依靠仪轨在 证得菩提之前 证得菩提过 获得佛果之前 具足断除一切所断的心 我乃至获得佛果之前 我再也不害众生 我一定要帮助众生 就这样的这种心 那么也就是说 成了菩萨界 刚才那个愿菩提心 没有仪轨的这种菩提心也存在 但是依靠仪轨而生的 有没有这样的愿菩提心 也是有的 所以在本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获得恶者心 所谓解度缘 那么什么时候 你的相续当中 获得了断除一切恶业的这种心 那个时候 在你的相续当中 这个持截波罗弥多 已经获得了 我们依靠仪轨 自相续当中 真的发了菩提心 从此以后 你就属于大乘中心的人了 我今天就说了 这么快开始也尽管它们 也就是等起了 我其实有两个人都能听到 但我有一点感觉 你会发现了 还是不情况 我还能听说 是吧 我还能听这种心 我会发生 有一个人那种 除去的 最好的 我会发生 也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当然 心菩提心绝对是 受于菩萨界所示 不管是次第 还是同时所示的 愿心菩提心 都尚为不可的 如果同时 受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 这个也是可以 作为利根者来讲是可以的 作为顿根者来讲 次第的 先受愿菩提心 然后受心菩提心 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本来受戒的方法 有许多不同之处 但是在这里按照本论所讲的 加心 真心 后心来说的 当然受菩萨界的方式 按照龙猛菩萨的受戒方式 也就是说 首先在加心的时候 学七指功 净除自相续当中的罪业 积累资粮 然后在真心的时候 依靠仪轨来真实受持 最后在后心的时候 就修自他欢喜心 以这种方式来圆满的意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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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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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守护这个戒律 讲这个问题 那么护戒的方式是 断除菩萨的一切所断 修学一切学处 对于所断 护戒的方式应该该学的 一切要学 该断的 一切要断 这个就是我们护戒的方式 这个戒条你必须先要搞清楚 搞清楚以后你要一一地保护 没有这个保护的话 那么虽然你受了戒 很快的时间当中是坏坏的 所以必须要依靠 正知正念来护持 要修学一切学处 对他这里学处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菩萨戒有多少条啊 那么他的戒条 有时候可以叫学处 比如说 别解脱戒的时候 戒律叫做律义 然后菩萨戒的时候 戒律叫做学处 到了密乘戒的时候 戒律叫做誓言 虽然体法是不相同的 但实际上都是一个意义 全部都是戒律的意思 菩萨的戒律 小乘的戒律 密乘的戒律 只不过是有不同的体法而已 实际上都是一个戒律的名词 有些人脸不会太多 下去了 这堂的词也会对吗 イ纪安护学习 密习的戒律 你不知道了 这堂是数字的 挺喜长的 你不让我来对当时 我去包子鸟 感谢观看 观看 这里对于所断方面 该断除的戒律有这么多 菩萨地论当中已经宣说了 四种他生罪 四十五种恶作罪 其实四十六种 但是藏文当中 也是这样写的 这样可能是个错位子 还是怎么样 到时候再看吧 那么按照无诸论师 他的观点来讲 所有的菩萨戒 可以包括在四种他生罪当中 如果我们犯了这四种他生罪 实际上已经犯了菩萨戒 这是大乘无诸菩萨的观点 那么在菩萨戒论当中 也是讲了 比如说第一条 以贪心来自斩毁他 以贪心 或者是为了贪的利养 自己赞叹 毁谤别人 这个是第一条 很容易犯的 第二条 以吝啬心 不作法布施和财布施 第三条 以嗔恨心来害别人 或者毁谤别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别人对你忏悔 别人向你忏悔的时候 你一点都是不愿意接受 这也是一种第三条 这也是很容易的 还有一切愚昧无知的心 把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已经舍弃了 让自己创立一些虚伪的法 不是真正的佛法 让自己 我现在开的七宫 如何如何对众生有利 这样明明的这些教法和正法 全部放弃 然后建立一些虚假的法 这个也是犯了菩萨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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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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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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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条 我们以前学过 《三戒论》当中讲得比较清楚 希望你们 应该按照光星派的观点 最起码也是这四条戒律 还是应该能不能守着 如果犯了 菩萨戒跟其他的戒律 有点不相同 他可以重新受持 但是这个跟龙猛菩萨的观点 有点不相同 比如说 按照无数菩萨的观点 你犯了菩萨戒以后 犯了根本戒以后 可以重新受 三次可以 三次以后 不能受 就像我们有些 别戒多戒里面的戒律一样 按照龙猛菩萨的观点 你犯了菩萨的根本多罪以后 可以再次地受持 所以这个罪叫做他生罪 我们平时叫做根本罪 所谓的他生罪在《别戒脱经》 《别戒脱经》当中 佛陀告诉主比丘 无论是犯了 这四种罪当中的任何一种罪 最后自始至终 这个比丘在罪业的主下 已经彻底失败了 彻底已经失败了 所以称之为 叫做他生罪 因此这个比丘 不能与僧众共住 也不能享受僧众的财产 必须病除 有这样 所谓他生罪 意思就是说 受戒的人跟罪业两个 在作战的过程当中 最后受戒的人 在罪业面前彻底失败了 所以这个罪业已经战胜了 就叫做他生罪 还有四十六种罪 四十六种罪我在这里 不光《善戒论》当中 也是有四十六种恶作罪 或者是赞扎给我们 所造的菩萨阿什颂 恶作罪也是戒律上面的一种俗语 什么叫做恶作呢 他没有犯根本戒 但是也做了一些反馈 也犯了一些小小的罪业 这种叫做恶作罪 在你的心的相续当中 已经种下了恶业的习气和种子 所以叫做恶作罪 这也是一种专用名词 发好多谢 知名 请不吝嗲 这个创有点误会 谢谢大家 你最后来看一下 以后这个创造 有点赞扫买的 这 All right 就是这样的 这很快 等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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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前面讲的是 无珠菩萨的观点 下面讲的是 龙猛菩萨的观点 龙猛菩萨的观点 在佛经当中出示是《虚空藏经》 《虚空藏经》当中所说的十四节 《虚空藏经》里面有一种四条戒律 《寂天菩萨学集论》里面 归纳为有一种偈颂 在《学集论》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偈颂 归纳为偈颂的方式来这样讲的 下面这个偈颂当中应该是 我们以前学过的 国王容易犯的五种顶罪 大乘容易犯的五种顶罪 平凡人容易犯的八种罪 总共十八种吧 讲了这个 首先是讲的 国王容易犯的五条戒律 堕堕三宝 堕堕三宝财 虚为他生罪 这是第一条 也就是说 强夺 或者强迫夺取三宝的财物 三宝的财物 这是第一条 也就是说 犯了菩萨戒的 如果我们通过不同途径 开始盗用三宝的财产 同时有时候 比如说 我们把三宝的佛像 佛经这些作为卖昧品 然后从中获得的 赚得的钱自己亲自享用 不做什么弘法利生的事业 那么这种也实际上 有一定的过失 这个也叫做 属于堕三宝的财产 这是第一个 第二条 舍弃微妙法 佛说第二条 那么第二条就是说 舍法罪 舍法罪意思就是说 佛陀所宣说的佛法 如果我们认为 这是不合理的 然后把它完全地舍弃了 不管是大乘佛法也好 小乘佛法也好 你认为这不是佛法 把它放弃的话 那这也是第二条犯戒 也要说 李贵替财猨 也不应该这里有点 但是我认为这条犯戒 是他们阻生的 重荷 这条状况 不应该这里真的有时 我认为你说的 大乡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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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对于破戒的比丘也好 或者是没有破戒的比丘 作为以故意或者无意的方式来 开始殴打他 摧毡他 损害他 甚至抢夺一些他的善意夹杀 有些就关在监狱当中 或者是让他还手 或者是盼他死心 这样做的话 那么做这样事情的人已经犯了菩萨戒 如果他受过菩萨戒 他已经犯了菩萨戒 但一般来讲 比如说有些居士已经受了菩萨戒的 但是你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构造方式 来让出家人还手的话 那么自己也已经犯了菩萨戒 这方面一定要注意 让别人犯了别戒脱戒 永远也是在受苦的 然后自己也明明犯了菩萨戒 但是自己还认为 又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如何 很多都是自己的分别念 自己的贪心增长以后开始犯了戒 但犯戒以后 自己也是不知道 最后自己后悔的时候 可能也没有办法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造五无间罪 这又是第四条 造五无间罪 杀父亲 杀母亲 然后杀阿罗汉 还有破火火神 然后除佛神血 这五条叫做五无间罪 现在真正的破火火神 是只有佛陀在世的时候会出现的 现在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一般来讲 比如说两个僧团不团结 有些人在这个上师那里 说一些这样那样的话 那个上师那里说一些 然后僧人与僧人之间搞一些是非 然后关系破裂 这种情况经常有 然后把很多的出家人 很多的僧团弄得不团结 这种现象 实际上是属于造五无间罪 基本上属于造五无间罪 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所有的僧团 对所有的 不管你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所有的出家人 应该说是释迦牟尼佛的最顺者 没有必要互相不团结 这也不合理的 然后除佛神血 现在佛陀已经不在人间 真实的罪业 不会发生的 但是如果你对佛经 你对佛像不尊重 然后烧毁 以嗔恨心来毁毁 那这样也属于是 造五无间罪的 如果我们做这些事情 也接近犯五无间罪 这方面也值得注意 这是讲什么 第四条 第五条就是讲 赐子诸邪见 自己心里面 本来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前世后世都存在的 在名言当中来讲 但这些都不存在 你这样认为的话 这叫做赐邪见的 这就是讲国王 因为国王的实力比较大 经常 刚才惩罚出家人等等 这些事情是容易犯的 所以叫做 国王的五种定罪 然后逼之前四条 佛家灰尘党 佛说根本罪 这是讲大乘的五种定罪 刚才前面的这四条上面 后面的邪见取出来 然后前面的这四条上面 加上一个坏坏城镇 城市 都市 就是坏坏这样的城市 因为所谓大乘的话 在国王的取舍和命令下 经常到一些城市里面搞破坏 所以如果犯了这一条戒律 那么也是犯了菩萨戒 所以这上面的五条 叫做大乘容易犯的戒律 叫做大乘无定罪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宣读,宣经病原则 赞有游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很多人 komen中文字幕志愿者 也不小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编络 卤文字幕志愿者 reme 宣经文字幕志愿者 质国 郑文字幕志愿者 质国 一定工字幕志愿者,就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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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讲平凡人所犯的八条戒律 欲为修心中宣说空性法 这是第一条 心还没有成熟的 不定中心的这些人面前讲空性 宁诸佛教徒 推识菩萨 推识愿菩提 这是第一条 众生的根机是千差万别的 如果只是念一句 什么都解决的话 佛陀也是没有必要赚八万四千的法 有些是学大乘的 有些学小乘的 有些是学各种法门的人 所以一口咬定 说你不要学这个 一定要学我的 这种说法也是非常的危险 会不会犯菩萨戒 自己需要值得考虑 然后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就是说 然后有些人本来在小乘当中 戒律吃得很好的 你对小乘根机的人面前 如果没有特殊的必要 当然有这些特殊的必要 而且他自己也并不是小乘根机的 也可以转化到大乘根机的 这样的人面前你如果说了大乘的功德 然后让他逐渐逐渐 趋入大乘佛法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别人的根机本来都是 还没有成熟你非要强迫的 让他引进来的话 有没有作用 也不好说 这我们什么样的佛法呢 应该有一种自由的空间 让他实在不愿意学的话 也没有什么强迫的 但是我们再三地劝他 讲一些这方面的功德 让他原来的宗派和原来的戒律 也没有必要舍弃 就没有必要舍弃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是第三条 第四条就是说 持所小乘法 不能断坦荡 令他也持则 有些人持小乘的戒律 持小乘的见解 那么这个人面前 我们就开始说 你不要学小乘 因为小乘的戒律 或者小乘的法 不能断除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你一定要趋入大乘 一定要受持这样 然后自己也是 把小乘的法全部舍弃 自己受持大乘的法 然后别人 也要舍弃小乘的法 那么这样的话 也是犯了这样的菩萨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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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悟都可能没有这么说 我的功德如何如何 自己本来没有什么功德 就在别人面前开始大使宣扬的 然后以嫉妒心 为了获得一些利益 以嫉妒心来诋毁别人 说别人的过失一定要注意 造口也是非常可怕的 你这样的语言当中 应该是自斩毁塔的成分是相当多的 所以说 在说好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 这就是所谓的第五条 那么第六条 为我圣岸人言说颠岛语 意思就是说 自己本来都是明明知道 没有大持大悟 但是自己大缘不禅地说 我已经开悟了 我已经折磨了 我通达了什么什么甚深的发心 我获得了加行道和一地菩萨 八地菩萨的二人道等等 这样来大致宣扬 而所大妄语 所颠倒语 这就是第六条 那么第七条 这是第七条 意思就是说 以通过惩罚的方式来折扯萨门 对出家人进行 或者通过离间语 让有权势的人 要求对萨门进行惩罚 然后这些萨门 后来用一些三宝的财物进行贿赂 进行贿赂的时候 进行赂贿 进行行贿的时候 或者是搞离间语 或者是有权势者 这三种人 如果受菩萨戒的人 那么都犯了菩萨戒 比如说 有一个人是有权势的人 他通过其他人 以离间语来告状 告状以后 他用他的手段来进行惩罚 进行惩罚 如果这三者都是受过菩萨戒的人 那么三者都是回菩萨戒 这是第七条吧 应该是第七条了 然后第八条 临时起急之 修行者受用 适于闻识者 也就是说 让一些住在寂静地方的人 不要让他住在这里 你不要待在这个学院当中 你不能待在寺院里面 你要离开到城市里面去 没有什么特殊必要的话 让他离开也是不合理的 还有一些闻识者的财物 供给修行者 修行者的财物 供给独颂者或者闻识者 这样也是容易犯菩萨戒 此等根本罪 众生大欲饮 那么这些就是 八种平凡人的根本罪业 按照这七种所说的 国王与大乘共有十种定罪 数学者或者平凡者 有八种定罪 这样十八种戒条 然后再加上 舍弃愿菩提心 总共有十九种屠杀罪 还有我们《宝积经》里面 讲了 舍弃行菩提心 加上舍弃行菩提心 总共有二十种菩萨罪 实际上舍弃行菩提心 在《虚空藏经》当中也这样讲的 《悦藏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耶稣也是堕罪 舍弃行菩提心 是一种堕罪 不满写菩提心 将其许消息 还是行过来的 不满写菩提心 低调行菩提心 致消息 BJ亚 优优独郎的安排 开始后 稍微 负心 葛亮 乱 总共有位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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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